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下一個Case是國軍高雄總醫院的劉醫師 要報告一個缺乏BCL2的表現的 原發性的Syroid lymphoma 我們請 各位先進前輩 那最後的時間了 這一次我要報告的是一個Case Report 題目是Primary Follicular Inform 其實和前面那個林口長跟許醫師的題目 是有互相呼應到的 那首先Case Report 57歲女性台灣人 他本身是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歷史 那這一次就是一個月內 他的頸部總塊逐漸的長大 他自己也摸得到 那所以過來我們的這個門診來看 那PE的話就是一個 有一個Pulpable的Firm Non-Moveable 也沒有Tendonis的一個膜 在左邊的neck 也沒有Axothalamus的一個狀況 那Skin Color是正常的 四肢的話沒有特別的PTED 那Systemic Review的話沒有Fever 也沒有Weight Loss 那Lab Data的話 General看起來都是在Normal Limit裡面 不管是Biochemistry和CBC 或者是LDH都是在正常範圍內 那Sono的話可以看到明顯 在左邊的Thyroid Lobe 有一個比較大的3x3左右 一個hypoechoic lesion 裡面的話其實算是一個 Multi-lobule 60 和這個Solipod的一個admixture 那另外它的Borderline的話 其實不是那麼的明顯 另外它算是一個 Wider Lantau的一個lesion 那沒有這個Punt-Take Calcification 那我們在Tyroid裡面是5分 所以建議做一個Find Nidle Aspiration 那後來Find Nidle Aspiration的這個結果的話 是Highly Suspect Malignancy 所以我們後來就收住院做檢查 那做了手術 那其實我們先做Lobetomy在左側 不過送了Florum之後 出來的這個結果 是一個Lymphoid lesion而已 並沒有告訴我們一個 比較明確的結果 那因為它右側還有一些Goit 我們是做了這個 右側的Subtotal 跟左側的Lobetomy 那Hathology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是Tumor的地方 跟這個正常這個 Dyroid的這個濾泡細胞 可以看到這個Tumor的地方 是有非常濃染的 一群這個細胞圍住的一個地方 那中間的這個正常組織 已經被Degradation掉了 那在Health Profil底下的話 Central Blast的話 其實有大於15顆 那這邊小顆的東西 都是Central Side 那我們後來在這個做CD20的染色的話 其實它是B-cell 那所以這個Tumor Cell裡面 有非常多的一個 就是一個Immature的一個B-cell 整個在整個做 那個細胞的靜潤 那後來在BCL2的話 看到這個Picture是比較Fant 是沒有染到 那CD10、BCL6跟CD21的話 是都有這個Focal Positive 那所以後來這個Pathology的 這個Diagnosis的話 是在左邊的話 是一個Follicular Lymphoma Grade 3A 那右邊的話是Hashimodo Thyroiditis 那這是剛才這個Immature 的一個Stand的結果 那因為這個題目的話 我講到這個BCL2是Negative 那其餘的這個比較重要的染色的話 如上 後來我們是做了CT scan和Path scan 主要是在這個Lymphoma 的話 左邊的Thyroid 還有Media Sternal 還有在DiPhone上 都有Dissaminated的一個顯影 那這個 那這個 後來這個M-Up Stage的話 是Stage 4 那Flippie Score的話是2 那接下來就是做這個 Primary Thyroid Lymphoma的一個Review 那首先的話 其實跟剛才 呼應前面的徐醫師講的 這個算是在Thyroid Malignancy 算是比較少的一個比例 那其中來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這個Diffuse Lushby 跟Maltoma為主 那甚至在這些 所有的這個Primary 的Thyroid Lymphoma裡面 只有3到5%是Follicule Lymphoma 在Follicule裡面放在Lymphoma裡面 又是更少的一個比例 那女比男的話 大概是女性為主 女性大概3到4比1 大概大概平均年齡是65歲左右 那大部分的這個Symptom 都是1到3個月內 都有一個Neck Mass的一個Growing Ethiology的話 大部分是在一個 剛才講過Satine 現在是Asimoto Thyriditis底下 長出來的一個Primiform 那如果有這個狀況的話 這個Arts Ratio是40到80倍 因為Maltoma 就是去Bcl2的缺乏 就是在1個1個中的症狀 第2個是Bcl2的重要性 因為你的幻症片太多了 所以我要告訴你我的疑問 這樣就好了 如果BCL2 positive的話 其實它是比較有這個 會造成Disseminative的一個delice 所以沒有是癒後比較好的意思是 沒有的話它比較confined在Siroid裡面 所以這個應該是病理科特別跟你講 覺得好像是一個賣點 其實我們外科醫生 我們是說BCL2 如果有的話我們要特別小心 那你這病人又有Disseminative對不對 所以他又有BCL2 明明應該缺乏 結果他又Disseminative 所以跟他們病理科的教科書寫的是相反的 他覺得這是賣點 可是這個可能是病理學他們會比較有興趣 那我們外科有興趣就是 剛剛林口長跟講的就是 你搞到要開刀才診斷就訓掉了 就是這個是要避免開刀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要請病理科 投掛你的名字 投他們的paper會比較有利 好不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 那我們要結束今天的會議 那我最後做一個廣告 等一下交給秘書長之前 我們4月20號有亞太內分祕外可以學會的